你们可以装核档呢 啊 你的这个礼物你知道是啥吗 核潜艇 怎么样 宽散不 大家好 我是车长梅树珊 质子温和时隔一个月迎来了后续 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小孩哥 钱玉江小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909基地呢也被称为是我们中国核动力的发源地 今天呢我就和江江一起跟大家 去我们的基地里面去逛一逛 去探寻一下我们中国核工业的发展的奥利 走吧 我们拿着核潜艇出发啦 走喽 在1959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毛主席曾经坚定地表示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于是八千军民齐聚西南大山深处 在1965年9月成立了909基地 他们从零开始建设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摩石堆 我们所在的这个机关小院呢 其实是当时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办公的地方 能看到上面的那个房檐有一些花纹 其实就是我们原子的行动轨迹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这些房子要用这种石头 这种鹅卵石来垒起来吗 因为那时候没有水泥 对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 他们只能就地取材 用到的手边的最趁手的就是鹅卵石 这里为什么有个信箱呢 这个信箱呢 你看上面写的是成都291信箱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成都 就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 是要保密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不能让大家知道他们在哪儿 他们是不是特别伟大 你觉得 是 当时我国连核动力反应堆 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彭世路 赵仁凯等等专家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开始了艰难的科研之路 他们边建设边工作 这片原本荒芜的土地 也在数千居民的开墾之下 变得生机勃勃 漫步在这里 好像打开了尘封历史的大门 这是院士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他平常工作的桌子床 当时我们的院士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的条件下 然后创造出了我们的核潜艇事业 这里当时的条件 可以说是比较艰苦 用四句话总结嘛 吃着山沟水 脚下踩着灰 住着干打垒 身上一身泥 彭氏路院士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应该是留学归国的人才 那么他在这样艰苦的一个环境下 经常是苦中作乐 非常具有乐观精神的一个状态 老一辈他们工业者的这个回忆呢 他们经常能够看到彭氏路院士 挂在嘴员的笑容 这种苦中作乐的心态呢 我觉得也是支撑着他们当时 能够完成核东里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便是夏秋重咬文丁 冬季四面通风 科研工作者们也表示 从喧闹的城市来到这么宁静的环境 像是进了现代的桃花园 因为当时的这个计算环境 其实也是比较落后 当时不要说计算机了 就是计算尺都是很稀有的物件 大部分人都是通过算珠 甚至是手算 然后有些特别复杂的计算 才能用到我们的那个手摇计算机 当时全所范围内只有那么一台 大家都抢着用 对可以说是彭总他们用手 算出来我们的这个核东里事业 可以这么说 他们用计算尺计算着反应堆结构 用手摇计算机轮流计算物理公式 终于在1970年8月30号 中国核动力发展迎来了重要的时刻 彭氏路院时当时在满功率的时候 是三天三夜没有核业 一直关注着我们首次临界的一个实验情况 我们反对打到满功率以后 在他向周董里汇报了之后 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发现彭总去哪里了 最后发现彭总躺在这个实验室外面的椅子上就睡着了 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当时建设者的一个名单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找寻到的这个 现在只有两千多位 那么但是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我们当时的建设者 所以我们还专门留了几个空白的 对的 那么方便我们以后 如果有寻找到那个我们当时的这个建设者的名字 我们会随时把它放在我们的核动院的一个封碑上面 在参观的尾声 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照片是我们当时在满营堆的那个厂房 拆除它的牵墙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在满营堆退役时 科研人员拆除一层层屏蔽墙的过程中 在堆仓第二层屏蔽墙里 他们看到用红色粉笔写下了六个字 孩子们辛苦了 我不知道是谁写下了这句问候 我只知道他们相信在反应堆退役的那一刻 这句话终将跨越时空 与孩子们相见 我长大后要当科学家 为什么有这个梦想呢 因为我想研究出更厉害的 我长大后要描赤 מ优优本